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志工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今年志工党中央提案素材征集情况 2021年的提案发言准备工作中,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以侨害特色为抓手 通过调研成果的转化、社情民意信息的转化,以及向各专门委员会、省级组织、参政意证联系点、征集等多种渠道收集提案素材 据介绍,基于收集到的素材,志工党中央今年形成提案49件、口头发言一件、书面发言三篇 其中,拟定口头发言为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与经济社会融合创新发展 内容上,即涉及桥海、科技、意味、经济、法治、民生、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又突出了志工党长期关注的一些课题 在桥海特色方面,我们重点关注发挥桥力、助力双循环、关心关爱留学生、社桥立法修订等问题 桥海特色是志工党中央工作中一以贯之的关键词 谈及去年提案情况,曹厚明指出,志工党中央秉承桥海特色 持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问题 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及时增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内容 报送提案40件、发言10件 相关单位对志工党中央提案工作也非常重视 所有的提案都得到了答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信部等单位 将关于提升棚户区改造工作中安置质量的提案 关于协调发展双中心、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案等 列为不重点办理提案 专程就提案的内容与我们进行了现场答复 如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强期以来,志工党中央在帮扶重庆有阳 贵州碧杰七星关区脱贫攻坚工作中积极作为 两个地区都成功脱贫摘帽 作为民主党派我们在实践中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见证了我国脱贫攻坚伟大举措全球减贫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民主党派致力密集优势和志工党侨海特色 着力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和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 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要素持续发力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曹洪明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民主党派应统一思想和认识不断提升建言履职能力水平 持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水平 在共享伟业的新征程中,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争执协商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